陳議員如果有問題 你就去提告吧 被指一出現在三月十號 有關金華城容積率關鍵會議 是否扮演牽線角色 黃珊珊前一天隔空開嗆 簡書培 如今簡書培再爆料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七號 金華城陳情副本紀見 包括寄給了時任 臺北市長柯文哲 副市長彭震生以及黃珊珊 督發處和臺北市議員 應小薇 卻不見副市長蔡炳昆 簡書培及黃珊珊 沒有理由不知道陳情內容 你明明知道有這個陳情 而金華城的陳情 就是無法無懼 你難道沒有阻止嗎 我是府會總聯絡人 我一定會坐在現場 並沒有任何神秘 或者是有任何思想授受的問題 週刊報導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八號 金華城透過應小薇 早上時任臺北市副市長 彭震生當面陳情 二十四號都發局上千成 給時任臺北市長柯文哲 提醒容積率放寬會有圖力爭議 柯文哲還是指示都發局處理 三月十號隨即召開首場便當會 年底針對容積率進行放寬 知情人士透露 檢方拿出關鍵文件 約談經手此案的不同公務員 詢問這些意見 是否有人指示公務員回覆 雖然沒有直接接過市長是電話 但看到上面轉交下來 金華城的陳情書 就知道是市長是要的 據了解北檢大規模約談相關人之後 近期也將會約談柯文哲說明 是否可以全身而退 隨身越來越多文件和資料曝光 也成為未知數 下期新聞郭順 又回到台報道